而想要争取选票 从选民最关心的经济问题来着手了 我们就看到贺锦丽她也发表了重要的相关演说 一系列全世界提案包含了 像是禁止食品价格哄台 提供可以负担的住房和减税等等 而这星期市场会关注是在周四登场的全球央行年会 今年的焦点就不再放在是通膨上 而是劳动力市场 也要聚焦联准会主席鲍尔的演说 是不是为9月的降息铺路 再加上经济衰退一律挑战 也带动了上星期的美国股市 写下了今年以来最好的单周表现 上周五美股三大指数全面上扬 尽管是以小涨作收 却写下华尔街今年以来表现最好的一周 再加上又一最新数据报告 交易经济衰退的担忧 那就是前一个月还在负成长的美国零售销售 在七月突然转为强劲 大增百分之一 创近一年半新高 从汽车电子产品建材 园艺设备到家具销售统统飙升 唯一服务类别的餐厅酒吧也上升 全美零售龙头沃尔玛公布的最新财报 财测也都优于预期 上一季铜电销售增加百分之四点二 竹因新鲜食品 特别是高品质肉类的强劲需求 数位销售大增百分之二十二 同时调升年度销售和获利预测 创下今年以来第二度 基地沃尔玛股价飙涨百分之八到记录新高 另一间大厂Target则会在周三公布业绩 对零售业者好事成双的 还有加州州长纽森 在上周五签署一系列两党法案 要来从核心下手 降低抢劫 偷车 商店刑切率等 美国副总统也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上周五现身摇摆州北卡罗莱纳 发表成为总统候选人后的首次 以经济为主题的重要演说 贺锦丽誓言 要调查涉嫌违规的行为 加大对杂货食品企业的惩罚力道 另外贺锦丽还提议要扩大子女税收减免 从原本的两千美元提升到三千六美元 新生儿家庭则能获得六千美元的税收减免 大多数民众最关注了住房问题 贺锦丽针对首购族群 提议补贴两万五千美元的头期款 并阻止数据公司提高租赁费 或是投资客以溢价转售 美国住房市场似乎也终于进入过渡时期 包括新屋的中间价格持续下滑 更多代售二手屋重新回到市场 再加上房贷利率也降到15个月低点 不只购物者的梦想渐渐清晰 对租客来说也有好消息 因为租屋市场出现放缓 约三分之一的求租物件都寄出优惠 以吸引租客签约 例如提供免费停车 或是几个星期的免付房租 特别是像在乔治亚州首府的亚特兰大 和北卡最大城夏洛特等主要都会区 种种数据都指向通膨降温 让投资人深信 联准会将在九月开始降息 并从原本押注的降一码加大为降两码 不过在等待下个月联准会利率会议结果前 市场紧盯周四 在怀尔明州杰克森栋举行的全球央行联会 届时联主会主席鲍尔将在这场年会上发表讲话 预计透露更多降息相关线索 今年年会的重点预料将不再聚焦 往年热门的通膨议题而是劳动力市场 TVB的最后通膨预备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